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投给连胜文是30.6% 投给柯文哲是26.1% 差了5个百分点 这个差距跟之前比起来正是差得非常非常之近 所以现在出现翻转 好像大家也不用太讶异吗 实在是因为刚刚讲的TDR的问题 还是说是连胜文太戳脱到现在都不讲 那么已经表态的人 那个凝聚气势当然是会比较快 所以连胜文目前看来恐怕会一直到他正式表态之前的态势 恐怕不太能够赢过这个柯文哲吗 好 这是大家可以观察的一个方向 那对连胜文来讲 如何让大家认为选战最会拿起来被打的那些议题 就是钱 金钱 钱 权跟贵这个部分的问题能够做一个解决 刚才大佬一直在强调说 美国前纽约市长彭博的一个例子 那彭博这么有钱 全球第13大富豪 世界级都不是连赞他们家族在台湾而已 那么当了12年的纽约市长 但重点是他只拿一块美金当薪水 一共帮纽约市顾省了270万美元的市长薪水 但重点是为了市政他倒贴了194亿元 有贡献说犯罪率下降了 观光客的来数量也创新高了 但是对于纽约市民来讲 贫富差距更加的大的情况之下 有人形容说纽约市有分成双城 有个叫做有钱人的富贵之城 这边都有签注 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贫困之城 所以这是我们还看到彭博留下来的问题吗 但刚才有点到是说 其实在做优优塔董事长的时候 连盛文可也是减半薪的 林委员当初他为什么要减半薪 他要证明他有实力 当初也是被人家提议说 你恐怕没有实力 你只会钱滚钱 你会做什么公司的营业 结果他减半薪 然后告诉你我转亏为盈了 他当初想到钱的问题了 这我倒是不晓得 我没有跟他谈到 谈到这个系列的问题 其实平常也很少在一起 不过大家一直讲什么时候选 其实我几个月前进 我们夫妻请他们夫妻吃一次饭 那时候我就知道 他应该是会选 虽然他太太那个时候 还是反应非常强烈 我只有敬他一杯 他是不喝酒 但是喝水 敬他说希望你心想事成 一切如愿这样 他马上反应说 心想事想什么 他想什么 我说没想什么 不要想这个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圣文是有在准备要选的 当然他有考虑到一些 比如说他健康 的确他有吃过病 安全的问题 我说实话 我可以稍微讲一点 他枪伤了那一天 我是有到医院 台大医院 他妈妈一手就抓住我 讲说你看一波未凭 一波又起 你看他陪你选举 几年前在万华 被人家打了一拳 那次是打得很重 眼睛都掉下来 他这个EQ很好 他完全没有还手 他就默默地把眼镜 装了带回去 就这样 也没有生气 那接着呢 就是你看他又生病 然后接着又枪伤 所以当父母亲的说 地宝 我是去过地宝 我不是朋友住那里 是AIT 他们在地宝 是有房子的 所以AIT的 我因为是台北 国卫联育会的会长 所以他们有时候 请吃个饭 大家交集一下 所以我知道 那个地方管理是非常严的 是真的管理很深严的 当父母亲 自己的孩子这样 枪伤 而且被打过 当然希望说 我经常如果看到你 你住在家里 我都会看得到你 我跟你说 这个心情我是有的 我小孩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骑摩车 我每天都紧张 直到他回到家里 我看到他 才放心 所以这个我倒觉得 地宝事情大家原谅 他根本不是他买 爸爸妈妈买 他住进来 我认为这是 没有一点问题的吧 另外我要讲 就是现在的民调的问题 各位大概 要知道有一个趋势 以前绿色的人 很不愿意表态 我想可能一些白色 恐怖的阴影 或是有人说 因为他们是在外面 做什么工作 说比较晚回来 什么之类的 一般来就比较不愿意表态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年来 比较不愿意表态 常常玩的是泛男的 是 没错 可能还加上中间选民 泛女的很乐于表态 那我现在就要讲回来说 选举我如果觉得 脸色我会深 我的简单 我的讲法其实很简单 我很久以前在那边讲过 我先举个例子 苏贞昌跟这个郝龙斌 在上次选举的时候 在台北市 我看过我的选区 万华区的民调 郝龙斌是落后 苏贞昌十几个百分点 有一项民调 我们内部民调不对外公布的 是很可靠的 所以是很危险的 最后开票结果 郝龙斌还是赢 虽然没有赢很多 还是赢 我要讲一件事 每一个党的特质不一样 民进党的人 他们的人是要支持谁 他们是人始终的 他们不会随便改变 而且很敢于表态现在 可是你看国民党的 国民党是一只很大的 一只恐龙 转身什么动作 大象 不要讲恐龙 都很慢 所以国民党的选举 像习星店我都选过 他也选了几次了 当然选的比较多 都要不断的动员 不断的动员 不断的电话吹票 可是有没有效 有效 因为国民党在第一方上的组织 至少在北区 中北部地区 特别在台北市 我们的组织是比较完备的 从妇女会到各种的 地方上的组织 社会组织 我们比较完备 那个全部动员完了以后 那个才是最后验收成果 所以现在国民党 我敢讲 很多人根本还没有表态 是没有错了 当然还有很多人会问到说 现在一般人用手机机会多 打电话去做民调 到那个当下晚上的七点半到九点半 或六点半到八点半之间 到底在家里能够接到电话的人 是什么人 他能不能够表态得到 这当然也都是一个问题 但相信懂得用民调来看看选举 要怎么操盘的话 这些因素想听办法 你们都可以排除 我们理解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数字 参考用 当然是参考用 但是沈大佬 那表示蓝军 你就吃定台北市的选民结构 我再回应一下林伟元 林伟元是我的好朋友 那显然连胜文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这个关系有点复杂 所以我回应一下他的看法 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民调 因为赢了一点点 就代表什么什么 他讲了很多连胜文的好话 但是你必须看 如果朱立伦拉到台北市来 对干柯文哲的话 朱立伦就跑到七十几%了 所以你就要回到去检讨一下 为什么这里头有二三十%的差距 也就是我刚才也讲说 林伟元要内省的话 要看看朱立伦到底 你当然可以讲说 他是现任市长 有政治舞台 但是必须讲 这不只是这个有没有舞台 可以解释那个二三十% 那我再进一步讲 这个中时的民调 跟最近这个TVBS的民调 它差在哪里呢 当然在时间上是差三个礼拜 但是中时民调 未表态的是有29% 但是你看TVBS的未表态的 在10%以下 非常低 所以那个20%未表态的 恐怕就决定这个东西了 那现在大家习惯上 就好像比如说 在TVBS的节目里头 还一直在讲说 绿营习惯上是不表态 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比较 这一点我同意 这个林委员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绿营的人 表态没有过去恐惧 或者是鱿鱼的那种阴影 我认可是没有 对好 绿军自己也讲 他们的选民是比较早表态 其实民进党自己是这样讲的 所以现在看到数字 恐怕跟以后 不会相距太远 基本盘数字的一个反应 来东豪 事实上 你现在这个表态率 如果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真实的投票率在多少 如果以县市长选举 这种地方来讲 它不会超过七成 到了六成多 其实就非常激烈 通常讲 只有中共大选 才有机会在七成左右 所以你在看民调的时候 那个表态率那么高 跟后面要不要投票 其实它还有很多变数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对连胜文来讲 最大的一个考验 一定是跟它的财富有关 那这些东西里面 它必须要很谨慎的去应对 尤其最重要一件事要诚实 因为我想挑战一件事情 就拿了个TDR事件 因为它在新年的时候的 这个参序里面 它的解释说 当然第一个不违法 第二个它就25章 可是在我们在杂志上 所批读的里面 有一个叫富人投资 这家公司的登记的董事长 就是连胜文 我这个资料 如果最近没有变化的话 以去年的9月的登记资料来讲 公司就是连胜文的 富人投资这家公司 有点心TDR100张 那这100张该算谁的 就是说你面对挑战 你如何回应 这是我在看一个人 从政的时候 我非常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 那这里面最简单的一个是诚信 第二个是面对挑战的处理能力 那至于市政能力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 其实对这两个候选人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连胜文 你要注意的是说 你怎么面对外面的挑战 好 所以刚讲到一个关键了 这个态度 诚信的问题 再来就是 面对这样的质疑的时候 你的反应 其实就看出 你在面对事情的态度 跟你的能力 就是危机处理能力 我们说市政 市政的施政起来 问题不太大 很多政策恐怕它有延续性 但是一旦出现什么样 需要做危机管理 危机处理的话 那考验才是真实的一个实力 那大家对来讲连胜文 那对蓝军来讲 当然期待这个强大的母鸡 赶紧的出现 那民调数字 大家我们会 持续在节目当中 带您来做掌握跟观察 好 那不管他现在是输给 柯文哲 还是两个民调数字很接近 那重点是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现在在台北市 真的是落叶扫风式的 这个是可以南瓜的 除了国民党以外 所有的支持吗 而戴议员 你们在基层听到是这样子吗 因为他民调数字很高嘛 那每天版面也不小 那么每天都讲一些 让大家觉得是好变的话 就觉得他真的是非典型 不得了 跟绿营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样 但是我们今天带您看一看告示 昨天柯文哲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到什么 这个所谓律师世代 应该要结束了 这讲的是谁 是陈水扁 是谢朝廷 是苏贞昌等等的 所谓的美丽岛律师世代的 律师们吗 但今天呢 柯文哲办公室 立刻发了澄清稿 告诉大家 这是针对过去 蓝绿对立的情况之下 对于公共政策的辩论 常论于法庭式的一个辩论 才会有感而发 他是谈及着律师部分 泛指一种性格跟文化 没有指特定人跟世代 好 那不晓得 习近也当过记者 这是着视金飞 立刻着视金飞 还是他真的现在 也要怕绿营呢 他不能随便批评绿营 是这样子的态度 已经显现出来了吗 不要忘了 律师世代 还有个顾立雄 他也是律师出生的 他现在是民进党内 大概要跟他 角逐一个主要的禁敌 其实他如果说 要用医师或医师世代 来取代所谓的律师世代 我想沈大老一定会很有感觉 沈大老该选 沈大老也是医师出生的 赖清德也是医师世代 我猜一句 其实台湾的医师世代 不是从他开始 他到嘉义去替徒刑者站台的时候 就好像说我来了 我是医师 我告诉大家 我五六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中的派系 高雄的派系 还有张伯雅的妈妈 都是医生 你是后来者 你的阿公阿嬷阿祖那代 在台湾 台湾人不能念法 不能念证 那个时候 如果还在日本的统治阴影之下 还能够替大家做一点事的 都是医生康刑者 你不要忘掉这一点 所以我说 柯文哲这样的说法 是有点取巧 第一个 因为大家对于马英九 跟陈水扁 两位律师出身的总统 印象深刻 而且基本上负面居多 所以他用所谓的 终结律师世代 来做一个凸显自己的光环 第二个 为什么今天又要 马上发澄清 这个明显是取巧 因为发现有一些后遗症 成如刚沈大老所说的 医生世代 早就在各个政治领域 尤其在绿营里面 是非常多 早就发光发热 并不是你柯文哲才开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在谈民调 我以刚刚这个 忠实最新的这个民调为例 虽然说 盛文现在输给柯文哲 大概三个百分点 那刚沈大老讲的一点 我觉得是值得盛文 跟我们兰淫 这边好好的去检讨 当朱立伦跟柯文哲 去比较的时候 他是55比39 不得了 那显然朱立伦比盛文 要多了将近10个百分点 就9个百分点左右 那以这样来看的话 为什么当朱立伦对上柯文哲 跟盛文对上柯文哲 有这样的落差 那到底一般的民众 特别是蓝营的知识者 或所谓的中间的选民 对于连盛文的观感 跟朱立伦的观感 两个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连盛文 自己要去克服的部分 当然某种程度 跟他出生背景 有绝对关系 再上所谓的危机处理 刚刚东豪所讲的 财务钱的问题 我想知道未来 一定要面对处理的问题 刚刚包括东豪所建议的 以及沈大老所建议的 我觉得他可能有必要在选前 假如说明年过完年 一宣布要参选之后 就他目前现有的财务状况 财产做一些必要的处理 跟对外的一个说明 以及在选举期间 甚至会来承诺当选之后 某种程度 不管是透过信托 或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说刚刚沈大老讲的一点 我觉得我很认同就是 你未来不管连加过去 在两岸之间 不管是帮助别人 或协助台商 或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扮演 未来你一旦当上市长 就财务这一块 以及你在两岸之间 所拴缩的这些 不管是透过基金 透过公司 透过什么样的一个单位 去从事的有关于利益的部分 一定要做一个明确的交代 并且做一个断然的处理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个市长会不会 当了之后卡卡的 为什么卡卡 因为你有些利益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当初有人在质疑 蒋敏昆的角色一样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作为一个民选首长 未来一定要做的 同样的 TDR事件 以及之前连慧欣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给盛文 一个很大的借鉴 刚刚刚说TDR事件 他也有说 可是也许没有说得那么清楚 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引以为戒 连慧欣的事情 事实上我觉得 我知道盛文他们内部 也觉得说很冤枉 坦白讲 这他解决的事情 跟他本来早就各自独立 在做自己的事业 选举不可能猜开的 连慧欣的事情 在处理过程上 的确犯了一些错误 就是你从代言到股东 到实责的负责人 让外界有很多的 转折跟联想 那这是一个非常糟的 危机处理的模式 所以政文未来 如果要参选 这个部分一定要引以为戚 而且避免重蹈覆辙 对 避免重蹈覆辙 这最重要的 危机处理人 就会看出来 你的诚信态度是怎么样 待会儿继续来看到说 那么柯文哲 赢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 只因为他也是 跟律师世代很像 他也会耍耍嘴皮子 讲的是 选民爱听的话 但他罩门又在哪里 他真的懂市政吗 拿手术刀进 台北市政府 就能把市政给处理好吗 待会儿带你来看